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女孩瞬间吓傻了 为了能够逃脱升天 她的手悄悄伸向了门锁 这声响彻底激怒了歹徒 等女孩再次醒来时 已经出现在了地下室里 三个瑟瑟发抖的女孩还来不及交谈 地下室的门就已经被打开了 只见歹徒搬来一把凳子 在女孩们惊异不定的眼神中 开始反复擦拭凳子 随后阴冷地注视着他们 面对这样充满恶意的目光 卷发妹紧张地拉了拉裙子 这动作激发了歹徒的兴趣 听着卷发妹的尖叫声 女孩灵光一现有了主意 然而卷发妹还没来得及照 就已经被歹徒拖出了房间